和族学的人干了一家 罗树很兴奋 就着肉食 几口小酒下肚 便胡缘乱语起来 一会儿说要减肥 一会儿又说要发愤图强 最后却说起了妖族小公主 我和她是朋友呢 真的 你们都不信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减肥 我怕我减了 她就不认识我了 罗树直到婷婷的嘴唬下 都没有发现 耀尘其实一口酒都没有喝 耀尘淡淡一笑 对罗小胖喝酒时的各种叨叨 她几乎都不作声 小胖有她的苦恼 懒是天性 她不是不想改 只是有些天性 又怎么改得了 说难听点 是狗改不了吃食 说好听点 就是本性难移 安置好最速过去的罗树 耀尘来到了家政后院的炼药房中 这时母亲耀尘已经等在那里 正望着炼药房中的种种发呆 她把头发高高盘起 别着一枚轻语发簪 娘 罗树喝醉了 嗯 耀尘点点头 目光微微放过一丝温柔的疼惜 然而很快便又变得坚定 开始吧 是 母亲 耀尘点了点头 关上大门 深吸了口气 这才又转身回来 耀尘在一旁的药架上 轻轻一按 斗气有规律的一阵波动 咔嚓 一道机关发动的声音响起 炼药房的地面突然裂开 露出一个大洞 这是家中炼功闭关的密室 进去吧 耀尘在前 耀尘跟在后面 母子俩一前一后走进洞中 设计而下 便看到一间炼功房 房中摆放着一尊精致的炼药顶 一旁还有摆放各色材料的材料架 只是现在上面空空如也 内药房向东的墙壁 还有一扇小门 窗口小门 又是一间稍小的闭关室 里面有石桌 石床 石凳 一旁还有各种可长久储存的石粮 一侧还有水缸 接引了地下泉水 闭关室的镇中 摆着一个装满水的铁桶 桶下接引地肉火器 不断蒸烧铁桶 紫色的雾气 随随从桶沿溢出 又沿向地面 吊成咽下口水 身体不自觉的鸟动两下 这铁桶下装着的水名为血路 经过地火温烧七日后 再加入另一种特殊药粉 便能生成洗髓法骨药浴汤 泡浴其中对体质 斗气乃至灵魂感知力 都有这莫大的好处 趴在其中 其痒难耐 还不能抓脑 越抓越痒 只要一抓 被抓住便找出水泡 经久不消 这时只见母亲将两种药粉 浸入桶中 迅速地 水面咕嘟咕嘟 冒起沸腾的水泡 蒸腾出紫色的雾气 却是显露与这种特质的药粉药性 互相起着反应 有了效果 进去吧 这一次要坚持两个时辰 是 药臣用力点头 上一次他坚持一个半时辰 险些就要耐不住其痒 用手去抓身体 不过收获也是巨大的 这两年 药臣虽然他的实力 一直被压制在九星斗者这一境界 然而实质上 他的体质已经达到 可以承受大斗师斗气的程度 这与他坚持这种药育 有着莫大的关联 药臣深吸一口气 脚着嘴唇跳入桶中 哗啦一声 直觉到万千毛孔 在热水的热力之下 舒展开来 药性从毛孔当中 不断渗入体内 先是肌肤里 然后是血管 再通过血管传入各个胀体 深入身体 最后渗入骨髓之中 这是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 然而这种舒服 仅仅维持了数个呼吸 就感觉到一阵热浪从筒下涌起 煞间 一次细微的氧液从腰间升起 紧接着 这次细微的氧液 便扩散开来 便霧全身 越来越氧 药尘的脸色 却没有丝毫变化 这种全身变氧的程度 他早就已经习惯 真正可怕的还在后面 过了片刻 骨髓当中 突然一阵痘气波动 却是药性透入痘气当中 傻时间 只觉得视资百孩 同时泛起一阵奇痒 这是一种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 几乎就是痛不欲生 仿佛被千万恶毒重移 蹂躏每一寸肌肤 恶毒深入体内 药尘五官都扭曲起来 他强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痒不比痛 叫出声来不仅不会缓解 相反会越来越痒 唯有一口气 忍到底 两年前的一夜 由于悲愤交加 对力量极度渴望 让药尘以一种天魔解体的方式 从六星斗者 晋升到了九星斗者 在这一过程当中 他的潜力已经被燃烧过半 如果不是母亲及时封住他的斗器 任由他当时竞争到斗师境界 他这一辈子都只能是一名斗师 潜力透支 那还要还 现在的药育 除了断体以外 更重要的 就是偿还两年前燃烧的潜力 一夜无话 第二日 药尘在罗树的教掌下醒了过来 前所未有的两个时辰的药育煎熬 对体力和精神上的消耗 有点超出了药尘的想象 别睡了 今天是咱们族学选拔药会的日子 药会在名义上是药族所有未满24周岁弟子都能参与 但实质上 为了避免良幼不齐 同时也是为了节省考核长老们的精力 在正式药会之前 有着层层的选拔 就是为了让真正的精英弟子 站在药会的舞台上面 教掌想要在药会上展露头角 除了药有各种准备以外 还有不少阻碍需要跨越 第一关便是药学的选拔 迪迈的弟子有着特权 受到的关注也多 谁是什么水平 在族中都是尽尽皆知的事情 所以并无需要通过族学来获得药会资格 但知脉弟子不同 人数众多 良幼不齐 每到药会将尽之日 族学会先对各个知脉弟子进行考核 以决定是否拥有参与药会的资格 药臣与罗树匆匆赶到族学的修炼场 这里已经挤满了族学弟子 不仅仅是他们这一届 上一届和下一届 都有资格参与这次的选拔 药臣在族学当中的位置 在同界当中一直很靠后 是那种完全不会关注的位置 罗树很紧张 当然他不是为自己紧张 药会这种事情虽然荣耀 但他却完全没有想法 虽然身为药族弟子 在练药树上 罗树也会有那么一两手 练至止血丹回气丹都有一招 但是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斗气的修行之上 他的理想很简单 努力修行 修到斗师之后 成为一名户足足兵 再然后嘛 能跟在大哥罗山身后 混吃混喝就行了 古料没事时 就找药臣要点丹药 再去外面换各种好玩的东西 药族的丹药 在外面有多风行 是个人都知道 他现在是为药臣而紧张 足血考核十分严格 虽然知道药臣早就有所准备 但是药臣的实力毕竟只是九星斗者 而足血当中 佼佼者早就已经是一星二星斗师 斗师与斗者之间相差一个境界 实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完全无法对比 内药师灵魂感知力固然是一方面 斗气的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实力决定火种的质量 而火种质量的强弱 关系到炼药的成功率和速度 因此许多高级丹药 火精斗气不达到一顶水平 根本就无法炼制 药族上下九成九 习练的都是胡手寻斗气 两年前药臣并没有听从附近的话 选择最好的功法 而选择了三花聚火功 这是药族三大开放功法之一 也是最差的功法 在族学当中没有人会选择修行此功 大多数弟子都会选择宁火功和烈火燎原功 其中以烈火燎原功作为粗彩 族学最强的三人 药童 李延信 左宏月 所惜的功法便是烈火燎原功 无论是宁火功还是烈火燎原功 都容易修出强横的炼药火劲 三花聚火功则不同 每一步修行都异常艰难 甚至于有修行此功法的族人弟子 数年都卡在一个境界不得寸净 曾有长老建议将三花聚火功 从三大开放功法当中除去 却最终作罢 不知何故 前年前的一位实力显赫的祖上 在祖谱中明确著名 此功有事为药族开放功法之一 不得有变 不过此功虽然修行艰难 但却也不是没有好处 烈火燎原功 宁火功 每一个小境界的修行 每天要消耗大量的修行资源 而三花聚火功则没有那么多要求 有资源固然好 没有资源一无所谓 而且有传说 三花聚火功若是修到后期 威力比烈火燎原功和宁火功都要强 只是这只是传说而已 没有几人会去争取相信什么无稽的传说 而且毕竟只是打基础的黄界功法 只是够稳重 什么功法都一样 选择三花聚火功 就等于是让自己打基础的时间 比别人数倍之多 修行原本就是与天斗与地针与时间搏杀 所以就算三花聚火功后期的威力再高 也没有人会选择此功 药臣也是被逼无奈 才选择了三花聚火功 烈火燎原功虽然是独宗的开放功法 但是此功却需要大量的资源进行筑基 父亲不在 药臣就只能选择修行缓慢 但没有筑基要求的三花聚火功 罗树也很清楚 药臣虽然刻苦修行 积极努力 但是由于修行的是三花聚火功 他控火的实力 不要说与药童 李延信 左红月的三大足学高手相比 就连一级的药级 药印等人都有所不如 罗小胖不由的又想起了两年前 其实若不是成哥莫名自悟到了解体大法 以下燃烧过度 什么药童 李延信 左红月 三大足学高手 统统都要排在成哥后面 忽然几道尖锐的嘲讽声从一旁传来 放眼看去 这是昨天污蔑药臣的那群人 哟 终于露面了 还以为不敢来了呢 废物 哈哈 说得好 废物这两个字就是为他量身定缩的 不错不错 说得妙子 昨天我那样打他 居然还没还手 还是在自家门口 后来还是他娘救了他 哈哈 罗树脸色一青 忍不住就要冲过去 药臣却是淡淡一笑 拉住了罗树的手 不必和驱虫一半见识 被虫咬一口 一会儿踩死就行了 犯不着去咬虫一口 哟 说得对 驱虫 罗树这时也冷静了下来 回了一个自以为凶残的挑衅眼神 便转过身来 不打算再理会这群渣子了 现在是族学的药学选拔 也是每隔三个月进行一次的族学大笔 大笔之前和同窗动手 还是先出手的话 将会被关禁闭 至于选拔大笔 自然也就泡汤无缘了 罗树忍住气 不为自己考虑也要替耀尘着想 虽然他不觉得耀尘真的有戏 但是如果这一次能在族学大笔当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也是挺好的 族学中的资源都是按照族学大笔的排名来定的 歉 胆小鬼 不能 我能费 更难听的话不断传来 耀尘只是充而不闻 这次族学大笔 必须进前八强 才能获得参与药会的名额 名额只有八个 但是以族学往常的成绩 耀尘实力排在四十开外 在族学不起眼 就意味着各种机会都少 在族学想要上进 光依靠努力是绝对不够的 丹药的配级 族学安排的特别历练 只有排名在前 或者是有特殊背景的族生才能有机会 在族学 弟子的年龄不会超过十七岁 这次有资格参加药会的三届族学当中 能练出二品丹药的就有近百人 但是能练出三品以上丹药的只有不到十人 这一次药会资格也相当于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历练 虽说名额是通过足学大笔采生 但实际上可以操控的空间很大 药神想要拿到名额 唯有练出三品丹药才有一拼之力 所以这一次必须竭尽全力去做 放手一搏 以往药神最好的成绩就是练出二品青岩丹 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强火属性功法的威力 但是青岩丹在二品丹药中数以下等丹 放在足外绝对是人人争强 但是在足内的足学大笔当中 实在是有点上不了台面 药神没有罗素的紧张 眼中充满了兴奋与期待 很快就到了足学的庶民长老余观而出 长老们面容肃穆 身上的长袍都是全新 显然十分重视这次的足学大笔 药会是药族莫高的荣耀 凡于药会相关的一切征选 鄙视其实也都可以视为药会的一部分 在药族没有任何人会在这方面有所懈怠 哪怕贵为长老也是一样 足学大笔即将开始 足学诸子各就各位吧 众人忽然应允 各自做着准备 一旁有足中豢养的足仆 侍从已经将药顶抬了上来 大笔正式开始 随着足学长老的医生令下 众多足学弟子按照足学的排名 一一落定位置 教程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座品级一般的炼药顶 一旁摆放着一份标准的材料 足学大笔不得使用自带颅顶 这最是考验弟子的基础功底 不是真正优秀使用陌生的颅顶 炼药的成功率将会大打折扣 有些高阶容易出彩的丹药 普通弟子自然也就不敢去轻易尝试 而真正的强者自然不会在意 至于炼药所需的材料 足学所准备的都是常见的普通材料 却也足以炼制绝大多数四瓶以下的丹药 自此大笔比以往更加正式 但走的也是一样的程序 因此药尘也早已经习惯这种方式和气氛 几次调整呼吸之后便进入到一种误我两望的境界 灵魂的感知扫向一旁的令药材料精心拣选 台上庶民长老用目光扫过前排的十名弟子 这十人正是上次足学大笔排名前十的足学弟子 无论是令药术还是斗气实力 在足学当中都是脚脚之辈 平常都受到长老们的特殊照顾 不仅如此 也多次参与族内的历练任务 各自都有不足的收获 这次药会足学的八个名额 这十人谁都有可能拿到 先三只不用提 必然会是药童李燕信 左红月的三人 他们的实力早就超越常人 哪怕是与嫡系相比也有一战之力 的确不过从第四到第十之间 虽有着排名 但实际实力相差无几 这一次他两人会被淘汰 实在不好说啊 庶民长老目光一边寻视着这十人的动作 一边交谈着各自的看法 轰隆就在这时一声轰鸣 只见最后排中生起了一道黑烟 却是暴炉了 药小出局 一名长老确认之后 立刻做出判决 并将暴炉的弟子从队列当中剔除 以免影响其他弟子的炼制 谁都知道这次大笔 所争夺的是药会名额 这些在足学当中排名靠后的弟子 对药会没有丝毫的想法 便索性借着这一次机会来挑战自身的极限 万一成功 那就是一招成名 就算失败了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因此最先失败的也是他们 而且时间有点快 随着第一个失败 接二连三不断有人发生状况 使用的又不是自己官用的妖定 若还能成功 那真的是走狗屎运了 身后接人不断的有人炼药失败 不可避免的打扰到罗树 原本炼药树就一般的他 手一抖 一个控火失误 就看到一阵黑烟从他的药顶当中喷出 药顶炉火一下西黑 虽然没有暴炉这么严重 但是药顶当中的材料却已经混成一团 没能去成单行 这炉丹药算是炼飞了 罗树无所谓 他原本就制不在炼药 况且使用的还不是他的炼药顶 实在是操控不顺手 离开了炼药场地 来到了外面的等候区 罗树便转过头 找着药尘的方向看过去 不堪不知道 这一看 罗树确实让药尘吓了一跳 天啊 药尘这是在做什么 只见一道道诡异的黑色烟圈 正不断地从药尘的炼药顶中喷出 看上去就像是在刻意压制住 已经炼坏了的丹药 还要强行承担 不会吧 罗树有点不幸 不由喃喃地说道 论炼药术 药尘是他的百倍还要多 在他看来 怎么都不可能炼出这种黑烟出来 哈哈 这被炼门炉了 都冒黑烟了还捂着不放 想强行承担啊 承了但也是一颗废丹 哎 巫妈 你指望他能懂什么叫放手 这时之前那些人又凑到罗树身旁 冷潮热讽的说道 很显然 他们早就炼丹失败 这也正常 以他们这性子 在族学当中也是常年垫底的角色 真正有天赋的弟子 哪里会有时间去与别人打嘴仗 学习时间都不够用了 罗树强忍着心里的怒火 没有当场出手 说道 呸 你们这些废诈 有本事 单挑 单挑 你还小 废物的朋友也是废物 这年头 还有人叫单挑的 罗树咬紧了牙 目光又望向耀尘 强迫自己 无视这些蛆虫 这一看 却让他又是一愣 诶 诚哥的料点 怎么又不冒黑烟了 按道理 如果是炼闷了炉的黑烟 就不可能再挽回了 勉强压下让丹药成型 也只会炼出毫无作用的废丹 成分几乎就等于焦叹 只是看起来像丹药而已 可这时 只见药尘的令药顶上 却是一道道白气震腾而起 诶 那小子 没琢磨做样而已 就演吧 十六八九 十把肺丹给烧光了 现在装成情况良好 哼哼 也不想想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傻 呵呵 每次足决大笔 都有这种傻鸟 你能指望光当废 练出什么东西来 或者是窝囊费 烧光了全部潜力 还只是九星斗者 真不知道要找个什么词来形容他 你用废物怎么样 他都练不成功 呵呵 恐怕是废物都不如 一群人刺耳的嘲讽声 显然是与耀成和罗小胖杠上了 这些人丝毫没有上金星 在足学也只是混日子 每天日子过得无聊 欺负同窗就是他们唯一的乐趣了 当然也是要看人的 柿子挑软的捏 都知道两年前耀成燃烧潜力过度 所以大家肆无忌惮 至于罗树 也是排名接近一百这个数字的渣渣 再加上长得胖 天生就是糟吼自体制 自然也是备受这些人的欺负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一个时辰之后 灵药区中传来一道精脆之声 放眼看去 却是终于有人颠单成功 谁要同 只见前排第一 一名身着黑袍的少年 针对着练腰顶打出收担之绝 都去勇动间 可见炉顶气孔喷出白色单气 在炉顶形成祥云 少年见眉心目 英俊挺拔 最难得的是 少年得志 眉眼当中却是沉潮稳重 没有丝毫的傲义 这时诸位族学长老的目光 才落向仍然没有完成的弟子 只是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虽说族学宗子是族内弟子有教无类 所教习的也是基础中的基础 最后优秀的弟子都会另外拜师 但是人性本能就是轻强物弱 排名超出二十以外的不待见 除非有背景 不然很难被正眼相待 虽不是真的厌恶 却是一种冷暴力 其实还算不错 只是时间上恐怕都要赶不及了 不可能让你无限制的练下去 只剩下小半时辰 而这些还未来完成的 除非临时功力暴涨 近身新的境界 否则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